以2020年居家環境风水上面来说的话 那么针对桃花的部分 那么总共有两个方位 我想观众朋友必须要特别把它记下来 以居家环境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所谓的桃花分成两种 第一种叫做人缘桃花 第二种叫因缘桃花 首先第一个东北方来说的话 它是具足的所谓的人缘桃花 所以当观众朋友可能我在工作上面 人际关系上面需要有一些大部分的加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那我就建议您去准备 这个所谓的紫色水晶 放在居家环境东北方这个方位 因为主要的部分在于我们可能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人际关系的判断 把人家可能要求做的事情 然后做得比较圆满 我想这样子的话 我的人际关系人缘好 那自然就会上升 那么好的人缘桃花自然就会加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居家环境的正西方 那么以居家环境的正西方这个方位来说 又称之为因缘桃花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 我想要求因缘 或者是我已经这个可能有对象 但是还没有谈到结婚的这一步的时候 那我就会建议观众朋友 可能不管你是从月老庙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部分 去求来的一些信物 不妨放在居家环境的正西方 那么以这个桃花上面来说 会有比较大的加分